市场需求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并越来越复杂 因此,生产现场必须不懈地提高效率进行改善 今后,凭借连接IoT及物联网提供的新数据而实现的可视化 去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确保安全并采取环保对策,十分必要 下面介绍一下,旨在解决上述课题的富士通方案 效率管理智能仪表盘 画面所看到的是将全工厂的运转率、质量、生产、能源和设备状况可视化的结果 左上为全厂的运转率 中间地图上显示着各条生产线的运转率 和以图标表示的有关质量、生产、能源和设备的四种PPI 红色表示处于停止状态的生产线 让我们来看看这里所显示的具体内容吧 这里显示的是溶解工序的设备 细查一下即可确认到设备出错信息的详细内容 如此这般的将大到整个工厂、小到各个设备的状况可视化 使改善活动得以进行 作为预防劳动灾害对策的一环 活用有关人的信息 例如,现在、在哪儿、谁、是否已长时间逗留 或者有无发生问题 通过实时地把握现场工作人员的位置和状况 可以早期发现中暑等事故 及时地采取对策 下面为您介绍中国电机大厂家 上海移电液晶瓶制造厂的实力 全自动的生产线正在24小时不停地工作着 至今为止 数据分散在各个系统上 未能做到统一管理和可视化 导入效率管理智能仪表盘之后 得以收集全场的数据 并实现了实时的可视化 之前没有有效利用起来的数据 在生产改善活动 以及课题解决方面被充分活用 生产效率提高了25% 生产周期缩短了50% 效果极其显著 下面是美国英特尔公司 马来西亚冰城半导体生产基地的实力 效果之一是将环境信息可视化 至今为止的做法是统计每个月的能源使用量等 所以效果有限 使用效率管理智能仪表盘 将场内的环境信息可视化后 使能源利用效率实时地得以改善 效果之二是将生产线可视化 在半导体生产线中 虽然收集并储存了每个设备的运转数据 并利用它来调查发生问题时的原因 但仍无法实时地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 凭借效率管理智能仪表盘 能够把握全工厂的设备运转状况 在发生问题时 能够迅速地采取对策 提高生产效率 这是在全球实现可视化的实例 在这个实例中 使用效率管理智能仪表盘 将多家工厂的运转状况和实际业绩 做成一栏表 并进行比较和排名 加以显示 通过共同分享 有高运转率工厂的设备使用状况 和维修效率等技术 以提高公司整体的生产效率 效率管理智能仪表盘 是一个能够促进在早期做出决策 实现生产现场最优化的解决方案 今后 富士通也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制造业领域的各种革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